财团法人保家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赖静祥 执行长陈黄江以及董事叶金川和委员一行人 特别来到了花莲慈修基善协会 了解协会以及物资中心的运作情况 并且进行实地的关怀 独居老人和贫困的家庭 将爱心物资亲自送到需要的民众手上 并且关心走访花莲仙内弱势家庭的慈修基善协会 平时由社工协同志工进行生活物资转正之外 透过道载光华探房 结合住点志工 村里长 造福员以及咨询中心 从中发现个案 其中独居老人身障 弱势单亲以及疾难家庭 受到物价通膨 经济严峻以及疫情的影响 求一顿温饱是许多弱势家庭的基本愿望 保家公益慈善基金会一直来都非常关注社会公益的事业 积极参与以及支持各项公益 让基金会如同一盏明灯 持修基善协会长期以来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我们保家基金会为了共襄盛提 我们在周中提供了一些协助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看到协会的运作情形 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希望一次的活作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保家公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赖基香表示 持修基善协会长期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保家公益慈善基金会共襄盛举参与其中 而这次来到现场看到协会运作的情况 感到详细的欣慰 希望彼此合作能够持续下去 把爱传递出去到每个需要的家庭 记得订阅华初遇到